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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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口顧 口頁裡面的惡口兩舌 妄語其語 火頭在教委裡面特別跟我們提醒 身三口四義三 在身口義三立裡面口頁佔四個 所以孔子教學裡面德行擺第一 第二就擺言語 言語就是口頁 聖言 那就是善惡口頁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要從嫩言經裡面去談這個問題 也談到因果公安 所以舌根就是口頁 舌根言通法門經文 我們先讀這一段嫩言經的經文 嫩言經也交換不體 各位讀彌陀經都有交換不體 你們讀佛書阿彌陀經裡面就有交換不體尊責 交換不體既同奏起 鼎禮佛祖而不佛言 我有可樂 以過激節欽弄沙門 世世生生有牛吃病 如來是我一味親近 心地法門我得滅心 日五三謀地 官位之之 官位之之灰體微物 應戀得超 世間諸肉 內脫身心 外移世界 遠離山友 如鳥出籠 離垢消沉 滑眼清淨 趁阿羅漢 如來親印 登無學道 佛問言通 如我所證 還未懸之 吃為第一 我們白話 簡單解釋這一段 我們先看裡面這個牛吃 這個吃什麼意思 吃就是牛在吃食物的時候 它會有緩除 就叫多搖 然後再吞回去 就叫緩除 牛吃 吃就是緩除 這一段 就是 交換菩提 尊者先說他數月的陰年 交換菩提尊者 就從座位起來 五體頭地 典禮佛祖 而佛佛言 他就告訴佛陀說 我往時因為建立一個老比丘 親弄沙門 我因為親視他 這位老比丘 無恥 因為老比丘可能牙齒掉光了 所以那個老比丘 在吃東西的時候 因為沒有牙齒 就是轉來轉去在咬 他就笑他說 你像牛死後在緩除一樣 這個交換菩提就嘲笑 那個老比丘說 你咬食物 牛在吃食物 在緩除一樣 他就這樣親視嘲弄 老比丘吃飯 有著牛在吃草一樣 並做牛在緩除的那個模樣 老比丘就告訴 交換菩提說 我已經掙了阿羅漢果 你犯苦夠 你應該要懺悔 在那一世 交換菩提自己知道錯了 就在他前面跟他懺悔 但是這個因果不可思議 果報照樣 那交換菩提生生世世 然後換這個牛吃的病 這就是他跟佛陀說 我有口夜以過氣結 青龍沙門 世世生生 有牛吃病 那釋迦牟尼佛 你開示我一味清淨 什麼叫一味清淨 你開示我一味清淨 心地法門 我得媚心 佛陀告訴我說 你要知道這個食物酸甜苦辣 它本來就清淨的 什麼叫一味清淨 就是我常常說的 我到宿主上天去吃飯的時候 看到一味師姐點酸辣湯 那個酸辣湯 老闆因為煮了一鍋在那邊保溫 這個知道熱的冷的溫的涼的 那個汁就是我們的佛性 汁汁一汁 眾妙之門 我們的見聞皆知 我們的靈性 我們的潔性 透過我們的舌根碰到味塵 我們就知道它是熱的 是涼的 是溫的 是冷的 那個汁就是我們的靈之心 所以老闆瓦斯常常講說 禪宗裡面講若人是得一 大地無寸土 那個一就是我們的潔性 就是我們的靈之心 但是我們第一練知道它是冷的 是熱的 是涼的 是溫的 第二練就煮走了 我不要涼的 我要熱的 那位在宿主餐廳被我看到 點酸辣湯的那位師姐 看老闆端那個溫的 大概是涼掉了 的酸辣湯出來 不好吃了 第二練就起分別煮走了 這個酸辣湯不熱我不吃 老闆你斷回去 老闆無可奈何 重新再熬熱 再端出來 酸辣湯變成煩惱 如果老闆不給他溫熱 酸辣湯他可能跟老闆吵架 他就不付錢了 那酸辣湯變成燕金債主 變成他的業障 變成一個苦的禁忌 變成一個膩的禁忌 變成一個討厭的禁忌 酸辣湯不會說我是熱的你來喝我 我是冷的你不要來喝我 他不會說 就像榴槤一樣喜歡吃的時候很香 不喜歡吃的時候臭的不得了 這道理是這樣 老闆上講的 為事所變 鑽石他不會說我很高貴 你來買我 修行好的人 他知道鑽石跟礦一樣 他不會去主著那個鑽石 喜歡穿金帶銀的女子 他就喜歡鑽石來炫耀自己的尊貴 所以一味親近的意思是說 靜言無好醜好醜其以心 如果你能夠欺入這個新地法門 你就可以滅掉你的妄想分別之中 我得媚心就可以 這個守望歸真 就是進入三謀地入三謀地 就得了三媚了 就可以得到定慧等詞了 火頭說觀味之汁 你能夠去觀察這個味道的第一鍊 那個汁知道它是冷的 是熱的 是涼的 是溫的 問題不在那個物質的本體 或是那個物質的東西 不是在那個酸辣湯 那個汁不是在酸辣湯說 他知道是冷 酸辣湯告訴你說我是熱的 我是涼的 不是 是你的靈智心告訴你 你的靈性告訴你的 你的覺性告訴你的 所以它是灰體灰物 不是那個酸辣湯來告訴你 是你的昏筆除肘來告訴你的 他本質親近本不生媚 本質即止 本無動搖 萬法都是這樣 應戀德超 如果你能夠這樣相應 就超越了這個實踐跟空間 就進入三媚了 你就可以超越這個世間諸 所有的煩惱了 世間諸落 落就是煩惱 超越世間諸落 你就可以身心脫落了 境界沒辦法欺負你 萬法不能欺負你 你就極樂世界的人了 內脫身心就身心脫落了 外移世界 所以 這是禪宗裡面講 大地平成 虛空混碎 那就是內脫身心 外移世界 虛空混碎 大地平成 虛空整個都打破了 虛空混碎 我們說虛空混碎 大地平成 就打破時間跟空間 就超越了 就是內脫身心 外移世界 整個生意世界就打破了 虛空混碎 大地平成 遠離三流 你就離開三界 欺界 色界 無色界 你就離開三流 欺界有 色有 無色有 你就像鳥一樣 離開那個籠子 打開啦 你就自由啦 如鳥出籠 你就離開三界 輪迴啦 離構消沉 你就離開這個污垢 煩惱就斷進啦 這樣離構消沉啦 你就得到正法眼 滑眼清淨啦 慧眼見真啦 成阿羅漢 成阿羅漢 你就正得阿羅漢啦 如來清印啦 登無學道 你就可以正我空真主啊 成就無學道啊 阿羅漢就是無學道啊 佛問言通 佛問說如何 去成就這個圓通智慧呢 如我所證啊 如我所證啊 就像我這樣啊 我能夠照佛斗教肌修 修到蛇跟三妹 還未懸之 我很清楚這個味道是冷的 是熱的 是涼的 是涼的 我能夠守之不動 一百千戒 我守住這個地戀不動 我就一百千戒超越啦 那差那就是永紅啊 一差那跟一戒是平等的 那就是守之不動一百千戒 在無量益經裡面講那一句法語 叫守之不動一百千戒 這個就是到那個境界 環未懸之施為第一啊 這是交換菩提啊 所以啊 我們說了 煩惱即菩提 啊 既定會 隱怒吃 這個 佛我講的最高經濟就是博弱法 你看他得到牛齒 結果他因為從蛇跟修到三妹 他成就阿羅漢啦 他要沒有牛齒這個毛病 他婆頭不會叫他這個蛇跟三妹啊 他也不會正德言通啊 思為第一啊 所以三人行必有五事啊 你要感謝這些業障啊 感謝這些病苦 所以這個地方呢 交換菩提這樣的視線就是可悅 因為他照可悅嘲笑那個老比丘 吃飯像牛一樣 做牛的緩出狀 因為佛告訴他從蛇跟住三摩地 所以 交換菩提說 等我水如來出家修到 佛董你告訴我這個一味性 本無分別味道 從蛇跟黃味尋味解 入清淨新地法門 黃昧一氣分別心 正入三摩地鎮定 所以如然你告訴我 修正緩觀蛇跟的根性 觀照所得知其味 會生於蛇跟自體 知道它的味道 灰體灰物的意思是說 既不是蛇跟也不是 我剛剛講那個酸辣湯 不是那個味道 是你的第一念 你能夠守住那個第一念 你的見聞 你的覺性 你那個如來葬性 蛇跟自體 不是從那個蛇根裡面生出來的 以物不入口蛇無從知其味 所以在哪裡見到自性各位 見相即見性 你找那個體性 米之良不口頭在作用上 在所 因為自性在哪裡 在眼約見 在偶能聞 在筆能秀 在所能長 在身能觸 在所能抓 在腳硬奔 這是普洛提尊所說的 普洛提政者跟易建王還是 普洛提政者在哪裡 是這裡講的 以物不入口蛇無從知其味 獅子也沒有吃到嘴巴 你手頭是不知道它的味道了 又關照手頭之味 但當你的手頭碰到那個味道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它是熱的啦 它是涼的啦 它是涼的啦 它是溫的啦 那就要看你有沒有三面功夫啦 如果你有三面功夫 就可以守住不動一百千節啊 易就是一切啊 你就是如不動不起一下 你就有這個禪定功夫 三面的功夫啦 他觀照舌頭之味 一揮出以酸甜苦辣之物 以舌肉不長 物不自知酸甜 是我們的妄想分辨之手 我們起心動念啦 是它是熱的 是涼的 是溫的 是冷的 所以它不是出在酸甜苦辣這個物質 這個物品 守得如果不長 物質本身物品不會自己說 它是酸甜苦辣 如此反覆思維修正 由舌根污露遠離諸外殘 遠離這些分別妄想之種 驅逐根體之性 你直接驅逐如來葬性 我們講的舍是用根性 禪禮後盡而根消 忠治刺心不起分別 你就可以轉世成治啦 得到三面功夫啦 這個地方呢 是因為提到交換不提 曾經照過這個苦夜 照苦過 而正得緣通三面的經過 我特別提到佛陀在那年經的開示